福建泉州市惠安县东桥镇村民 11号发生暴动 上千人群起围攻地方村委会 地方警力不敌 导致县长 镇长和两名女公务员遭到扣押 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红磊今天宣布 总理李克强将在19号启程 前往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访问 这是李克强三月上任之后首都出访 海南省万宁市后廊小学6名女学生 8号集体失踪 事后发现是被万宁市第二小学陈姓校长 及万宁市政府职员带去开房性侵 两人现在已被拘押 金价上周再度暴跌 中国大妈的抢金潮 最惨者被套深度高达近三成 青唐人演的电视整理报道